大家好,这里是思维密码,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 生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天赋异禀的人。 他要么记忆力超强,要么某个专长出类拔萃, 要么学习某项技能又快又好,永远比别人高效十倍。 有人说他是天才,也有人把他的优秀归功于一万小时定律。 但只要仔细研究他的生活习惯就能发现, 他的优秀和卓越并不全都符合一万小时定律。 那这些天才如此优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心理学家安德斯·埃利克森在《刻意练习》这本书中告诉我们, 我们和天才的距离,中间也许只是差了一个刻意练习。 1. 一万小时定律的误读 网上曾经有个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 说的是任何人在任意专业领域, 只要能坚持一万小时的训练,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但心理学家埃利克森却告诉我们, 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只不过是一场学术上的误读。 他的原型来源于埃利克森针对一个音乐学院三组学生的研究数据, 把学习小提琴的学生分成三组。 第一组被认为是学生中的天才, 具有成为世界级小提琴演奏家的潜力, 第二组学生只是被大家认为比较优秀, 而第三组学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 则被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 埃利克森对这三组学生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跟踪研究, 到这些学生二十岁时他发现, 其中的天才演奏者已经练习了一万小时, 被认为比较优秀的这组学生平均练习时间是八千小时, 而被认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准的这组学生平均的练习时长只有四千小时。 这组数据后来被畅销书作家格拉德·威尔引用, 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万小时定律。 但埃利克森却在书中吐槽, 自己的研究报告强调的仅仅是刻意练习, 而并非一万小时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 心理科学史上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 而这个貌似权威的定律, 其实也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 首先, 不同专业领域的技能学习与练习时间 并不存在一个一万小时的最低罚值。 比如一个优秀的专业演员, 习得技能的时间往往是三千五百小时, 而技艺类专家技能的习得更不需要一万小时, 而是数百个小时就可以。 其次, 技能学习成功与否跟练习时间并不完全成正比。 个人身体的先天特点和智力的天然差距也非常重要, 并不是靠时间和简单练习可以弥补。 再次, 练习的成果还要取决于练习的方法。 如果只是为了达成一万这个目标机械的训练, 而不能辨别并纠正练习中的偏差和失误, 那再多的一万小时其实也毫无意义。 二, 从平庸到天才的秘密。 1763年, 年仅七岁的莫扎特在他第一次还欧洲演出时, 就被世人惊叹为音乐神童。 他不但各种乐器演奏的行云流水, 而且一听到某种乐器演奏出来的调子, 马上就能准确辨别出, 这是高于中央C音的第二个八度音的升A调, 还是低于中央C音的降异调。 这在音乐界被称为绝对音高, 也叫完美音高。 当时, 拥有完美音高的音乐家异常罕见, 大约在一万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 而莫扎特这个貌似天生拥有完美音高的音乐器材, 似乎证明了某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只有少数人才会拥有。 然而, 莫扎特完美音高的神童假想, 却被一个实验完全推翻了。 2014年, 日本心理学家神源才子招募了24个年龄为2-6岁的孩子, 对他们进行长达数月的训练, 目的是教他们如何通过声音来辨别钢琴上的和弦。 这些和弦全都是带有三个音高的大和弦, 比如带中央C, E和G音符的C大调和弦。 后两者的高音都高于中央C, 正是完美音高。 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系统训练之后, 令人震惊的结果出来了, 参与研究的每一个孩子都被培养出了完美音高。 这下人们才发现, 原来完美音高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拥有的天赋, 而是一种只要经过适度训练, 几乎人人都可以培养和发展的能力。 而翻开莫扎特的履历, 我们就能发现他拥有完美音高的密码, 其实是他的父亲。 他专门撰写了一部发掘孩子音乐才华的培训书籍, 并在莫扎特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教他学习各种乐器。 这种训练不但比神缘才子的培训强度更大, 时间也更长。 所以, 莫扎特的完美音高, 其实就是一场刻意练习的必然结果。 三, 真正有效的刻意练习。 那到底什么是刻意练习呢? 埃利克森告诉我们, 真正的刻意练习必须要包含五大要素。 首先, 它必须是已经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的完善技能, 训练方案一般由导师或教练来设计和监管。 其次, 它必须要脱离舒适区, 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刚好超出当前能力范围的训练。 除此之外, 刻意练习还必须包含设立特定的目标, 全身心的关注和有意识的行动, 以及及时的行为反馈和调整。 只有满足这五大要素的练习, 才能真正称之为刻意练习。 莫扎特的故事和神缘才子的实验, 让我们看到了刻意练习的巨大魔力。 那我们普通人要学习一项技能, 该怎样去进行刻意练习呢? 埃利克森告诉了我们刻意练习的四大细节。 一, 寻找专业导师。 对于一个成熟领域来说, 跟着经验丰富的导师学习, 永远比自己摸索,更快捷高效。 海量的实战经验, 科学的训练方法, 及时的反馈纠正, 会让一个初学者少走很多弯路。 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 运动员, 教师, 律师, 演员, 无疑不是最佳案例。 有人会说, 我就是一普通人, 找不到专业导师, 那是不是就不能进行刻意练习了? 埃利克森通过富兰克林自创写作方法, 最终成为著名作家的案例告诉我们, 在没有导师时, 只要能在练习中遵循三个原则, 专注, 反馈, 纠正, 这其实也是一种刻意练习。 二, 全身心的投入。 当我们刚开始练习时, 通常无法做到长时间的持续专注。 这时, 缩短练习时间, 就是迅速提升新技能水平的最佳方式。 在较短的时间内, 投入百分百的努力, 比在更长时间内, 只投入百分之七十的努力, 练习效果会更好。 三, 跨越停滞阶段。 当练习一段时间后, 通常会陷入纹丝不动的停滞阶段。 这时应对的最好方法, 就是用全新的方式来挑战大脑和身体。 比如, 运动员在练习中增减举重的力量或训练次数, 每周变换训练日程。 在不同类型的训练之间交叉切换, 就可以持续不断地用不同方式挑战自己。 除此之外, 还要在练习中找出并攻克自己的薄弱环节。 有地方使, 单点突破才能成功跨越停滞阶段。 四, 持续保持动机。 在刻意练习的进程中, 很多人常常会因为找不到坚持下去的动力而半途而废。 这时, 就需要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来持续保持动机。 保持动机的方法通常有两个。 一是强化继续前行的理由, 二是弱化停下脚步的理由。 弱化停下脚步的理由, 可以在固定的时间练习并找出干扰练习的事情, 想办法把它的影响力控制到最小。 比如, 你常常因为手机分心, 那就关掉手机并把它放在一边。 强化继续前行的理由则有很多。 比如练习中的持续进步, 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动力。 而在练习中, 坚信自己能够成功, 也是另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还有周围人的鼓励, 支持, 称赞, 崇拜, 都是刻意练习过程中最强劲的前进动力。 有句话说得特别扎心, 低质量的勤奋比懒惰更可怕。 真正的勤奋, 从来不是比谁把自己虐得更惨, 谁花的时间更多, 谁能同时进行更多项目。 而是需要我们在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中, 找到合适的方法, 全身心地投入, 多思考, 多总结, 多复盘, 多调整。 无目标的努力, 就像大海捞针, 终将一无所获。 间歇性的努力, 就如走一步退十步, 终会荒废年华。 无复盘的努力, 就像无头苍蝇四处碰壁, 始终无法成长。 爱因斯坦说, 成功是艰苦劳动, 正确方法和少说空话的结果。 埋头苦干时, 更要学会抬头看路, 才不会在低质量的勤奋中恶性循环, 确定了清晰方向, 还要掌握刻意练习的科学方法, 才能让努力的汗水, 浇灌出最绚烂的花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